艺人郭彦均在主持还有综艺节目中都有亮眼表现 而出道近15年的他 在演艺圈中是出了名的会省钱 但也因为如此 让如今43岁的他已经坐拥了三间房 一起来揭秘他的买房属 木制调设计装潢 整体看起来质感又舒适 这是艺人郭彦均的家 出道至今快15年 他已成功坐拥三间房 第一间房子是28岁的时候买的 安科一瓶才十几万而已 六七十万头七块就买了 28年的时候买的非常便宜 比现在车子还便宜 前面两间加起来买真的不到一千万 结婚用这样子 然后那间房就比较大了 那间也比较贵 年纪轻轻就勇于出手 郭彦均买房秉持三大原则 一是要趁早 不然越晚房价可能越贵 二是先求有再求好 十几平的小套房也可以 三以时间换取空间 不追求一定得买在市区 第一个让人住 第二个就是你喜欢的地方 只要那边有住很久的人 就代表那边真的是有人在住 就是代表那边是生活机能是有的 但每房光有原则还不够 还是得要有足够的钱 郭彦均在演艺圈是出了名的会审 就算手机都布满蜘蛛网了 依旧舍不得换 尽量不要花过超过五千块 对 因为我们的工作 其实我的工作其实只要加油而已 加油的钱而已 然后去工作的都有便当 每个月还个五万然后十万 还到七八百 五六年的时间 相照于其他艺人会投资股票基金 甚至虚拟货币 郭彦均属于保守型理财法 除了买房只买美元保单 外币定存 我不太懂那个东西 所以我就没有碰 股票我知道要买0050跟005156 对 我也没有买 把买房当存钱来抗通棚 郭彦均的房子 现在不只相较入手时 几乎都翻了倍 三间总价值更超过五千万 成功替自己滚出一笔不小的退收金 东森 财经新闻 柯黄明叶子晶 台北报导 看满不乱 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 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